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就如此分布 吴先生还在继续输送人手和购置经费 预计还会多出三成 错落有致 均匀有序 东西交通枢纽全部占尽 多亏老板一番心血 多谢世子夸奖 火油非寻常之物 还需谨慎周全 姑娘放心 牌销的铺子里就有一家油商 正好掩人耳目 这样最好 你先去忙吧 皇家 门法 腹部 牵一发而动全身 形势混乱得很 出长安之路 必定坎坷 现在万事俱备 只待时机一到 布局就会马上启动 就算以血在中护送世子 燕北的意识 也不会皱下眉头 只要世子能潜出长安 安全到达银北 几日不见 母妃清俭了 家门不幸 实在是睡不安稳 事已至此 还望母妃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儿臣自幼失去了母亲 是母妃将儿臣代大 母妃就是儿臣的生母 魏大人 就相当于儿臣的亲舅舅 因此 父皇才命宇文月 不将事情告知儿臣 若儿臣早点知道 这事情 也不至于如此 是她自己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还好宇文月 保住了叶儿 要不然 我们魏家就要绝后了 母妃不怪罪就好 听闻这几日 大梁太子萧策要来 父皇有意 将淳儿嫁于她 是 我也正在为此事担忧 听闻此人风平极差 嫌妃无数 若是淳儿真的嫁了过去 我怕 会受委屈 我是绝对不会让淳儿 嫁去大梁的 母妃可有办法 好 办法倒是有一个 我此次要你来 就是想问问 你的意见 母妃请说 我想让淳儿提前订婚 母妃是看上了哪家的公子吗 公主 您小心手 母妃说了 女孩子就应该多学习 你看怎么样 我们公主当然心灵手巧了 果然是心灵手巧啊 七哥 啊 淳儿 七哥 你今日怎么这么空闲啊 你是来看我母妃的吗 是 可是你都不来看看淳儿啊 那是因为淳儿太忙了 七哥不便打扰 我有什么可忙的呀 我整天就在后花园里面走一走 做做女工什么的 淳儿 七哥向你保证 你很快就会忙起来了 别着急啊 忙 我有什么可忙的 忙婚事 淳儿 你这么大了该嫁人了 七哥 你笑话我 七哥可没有笑话你啊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这是应该的 况且七哥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儿子早就会走路了 可是谁会喜欢淳儿啊 谁会娶淳儿呢 我们家淳儿长得这么漂亮 那喜欢的人肯定多了去了 七哥 是不是我母妃跟你说了什么呀 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 你偷偷告诉我呗 淳儿 此事还是让母妃亲自告诉你 但是七哥向你保证 此人一定是知根知底 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啊 阿楚在萧綦营一切还好吗 一切还算顺利 相望殿下把他派去了秀丽君之中 那些人已经是一群废物 阿楚去对付他们 应该还是容易一些 秀丽君 刘子叶死后 他们由谁来统领 主帅 叫薛志冷 是城防营副帅薛璐的儿子 听说把他们欺负得很厉害 原来秀丽君军中的将领赫霄 现在是军中的副统领 是他们的主心骨 我们去看看阿楚 嗯 看什么呢 没什么 等人啊 等人啊 之前一直以为你是块木头 没想到你也有唇心萌动的一天 我吃差不多了 该走了 你这什么脾气啊 有没有点大将风度啊 你谈到一个皇子 成天说三道四的 你有风度 龙子龙孙也是凡人 也会有七情六欲 说实话 这女孩不错 有勇有谋又有气度 出手都不输男子 这样的女孩啊 难得 不过人家那份情意 不是对你的 当年燕巡在九游台 她落成如此地步 她一个小小的女子 能够围着她避对众人 三年阶下囚的生活 生死与共 这份情意 你逼得了吗 夏花再美 不在你手中又有何用啊 我看着便好 看着便好 看着她在别人的院子里 玄烂多姿 玉文月 你是何等身份 有必要为了这样的女子 自甘堕落吗 自甘堕落 没觉得 我吃饱了 你慢用 你怎么来了 不怕别人看见吗 就是想来看看你 看你在军中好不好 怎么 不欢迎啊 我不是烧信给你了吗 没看到吗 听别人说我不放心 我想来亲自看一看 你睡得好吗 吃得惯吗 有没有人欺负你 欺负我 我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 我不欺负别人就算不错了 看你这精神劲还挺好的 这是什么 送给我的吗 胭脂 水粉 我从来就不用这个 哪有女孩子家不喜欢打扮的呀 再说了 这也不是胭脂 是凝脂 天凉了 夜里容易冻着手脚 擦上点这个 能起到一些防护作用 好 好好好 我自己来就好了 拉弓要准 开弓要稳 胳膊要保持平衡 保持一定的稳定 射出要果断 不要二次瞄准 也不要犹豫不决 身法要正 用力要平 年功得法 功满事成 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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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尹文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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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剑 是谁射的 是 属下 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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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好啊 太棒了 你的剑法还不错 将军的剑法更是出神如画 我当然知道 好香呢 去了兵部 今天是发响的日子 我看你们这些工都老化了 待会儿找个人 拿我的手令 去领一些新工 诺 就他吧 你 说家头 快去啊 就是啊 快去啊 快去吧 快去 不是说给我手令吗 你倒是写啊 你不言墨 我怎么写 你 我记得上一次在青山院 你说过 那是最后一次伺候我 真是山水有逢啊 才过了几天 我们又见了 干什么 手酸了 摸不动了 军营里的生活 你还习惯吗 关你什么事 你和上司讲话 就这种口气啊 上司就该说上司 该说的话 上司才不会像你这样 无理取闹让下属去摸摸 一看你就没在军营里待过 上司若想无理取闹 方法有很多种 言墨算什么 写吧 够你写一本书的了 对了 对了 那个薛志冷 是薛璐的儿子 薛璐正是城防营的副帅 你没事的话 尽量少招惹他 你一个女人在军营里面多有不便 一旦有机会 我会把你调走 所以你也尽量低调一点 不要老想着 为燕熏做点事情 要知道 这里是我的营 你们做什么事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指的是什么 我进秀丽军营中 绝对不是偶然 聪明 我若是傻的话 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既然你这么聪明 就尽量抽身事外 未光的事 我已经帮你们摆平了 记住 就这么一回 你家主子 所图太大 我怕你引火烧失 难道要坐以待毙吗 这达成目的的方式 有很多种 是非恩怨就摆在那儿了 往前走也许还有一条生路 如果原地踏步或者坐以待毙 只有粉身碎骨万丈深渊 或许你们往前走也走不通 我不会让你们如愿以偿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劝你别太固执 这不是固执 这是坚定 公主 为山姑姑 我母妃叫我呀 是啊公主 您赶紧进去吧 娘娘请的客人已经到了 就等着您一起用晚膳了 还请了谁呀 公主您忘了 娘娘前几日不是说过 要为您寻一位如意郎君吗 好了 赶紧进去吧 宇文月 公主 母妃 冰驮子她怎么也在这儿 当然是我请来的 快坐下 母妃 儿臣不饿 你们先吃吧 我先告退了 淳儿 不要这么任性 这些菜都是你平素最喜欢的 那也要看跟谁一起吃啊 贵妃娘娘 臣还有事 先行告退 你们都给我坐下 陪我吃个饭就这么难吗 是 梦妃娘娘你也有事 是重阳碧眼 再过几日就是重阳节了 我还记得这坛菊花酒 是去年大梁帝送来的 以白菊软苗 应该倒墨而成 入口可还清香啊 好喝 不如那 这大梁帝也真是风趣 送酒的时候还附了一首诗 《香乎提框采菊珠》 朝起露诗沾罗汝 《香乎提框采菊珠》 母妃 儿臣敬您一杯长寿酒 祝您重阳安康 碎碎祥锐 也敬宇文将军一杯 好喝 快点啊 岳公子 川儿也敬你一杯 谢谢公主 不好意思 本公主施了手 看来这杯酒 咱俩是喝不成了 真是没有缘分啊 我有点头疼 你们二位随意吧 恭送贵妃 儿臣恭送母妃 母妃早些歇歇啊 怎么样 冰陀子 感谢我吧 让你及早抽身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多谢了 你什么态度啊 我虽然说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可是你听到我这么说 也没必要这么开心吧 我应该什么态度 我很痛苦 我很伤心 没有得到我美丽的公主的青睐 真的是太遗憾了 是很遗憾 冰陀子 我今天才发现 你也有那么一点可爱 干杯 公主请留步 不用送了 本公主今天心情好 送你一程 不妨事的 既然公主 不想和我扯上任何关系 就不要做出 让贵妃娘娘误会的行为 尤其是为了出宫 而一路跟着我走 万一让娘娘觉得 我们相处得还可以的话 求皇上赐婚 不是很麻烦吗 小狐狸 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你猜得到 啊 好了 好了 你走吧 本公主不需要你 这样可以出宫 我去 回来了 怎么样 那呢 见到淳儿了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是你和魏贵妃商议好 将淳儿许配给我 对 是我 多管闲事 怎么 不喜欢淳儿啊 淳儿聪明大方 出身高贵 你为什么不喜欢 不为什么 配不上 是为了楚桥吧 宇文玥 先不管 他是不是看得上你 就算他愿意跟你 你不想想自己的身份 你是大诸国的亲生儿子 宇文家的长房嫡孙 你们家族怎么可能让你娶一个奴级出身的女子 关你什么事呢 关你什么事 就算你能说服你父亲 你不想想 他是什么身份 他在阴歌小院 跟颜巡孤男寡女待了三年 该发生的事情早就发生了 这样一个女子 凭什么让你值得为她这样 站住 我实话告诉你 颜巡他必须死 我绝对不会让颜巡活着离开 到时候殃及于迟 他也不会有好下场 当年皇上要杀顶北侯 你是满朝上下唯一一个尚书反对的人 可此一时彼一时 顶北侯当年是国之重臣 皇上要杀他是因为自己的疑心 我当然不会同意 可现在阎勋 他满腔仇合一身利器 如果让他挣脱牢碌防护归山 那么大战立刻变起 北将将永无宁日 我身为皇子 帝国将军 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宇文月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三年之期将至 留给我们的时间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 越是不可能的地方越容易出差错 所以我们需要对一切应变有所准备 我们已经在朱雀大街做好了布防 长安各部也安插了人手 应该难以攻破 出不了城门 所有的部署也就无济于事了 看来只能浑水摸鱼了 到时候我们在城内制造骚乱 引开守城士兵他们的视线 然后趁乱乔装出城 也只能如此了 来 皇上命我率部迎接大梁太子 诸位都准备一下 随我一起前往 殿下 这可不是什么美差啊 我听说啊 这位太子 打小就是凡是男人经手的东西 他一概不碰 为了养活这个奇葩 他那个可怜的父皇 可是操碎了心 就连他平时吃的稻米 蔬菜瓜果 都是在后宫开出一片沃土 由那些妙龄少女亲手栽种 他才方可下宴哪 这建康到长安 快马一个月 就算是坐马车慢行 两个月也可以到达 可这位太子生生提前 准备了四个月方才上路 到现在还不见踪影啊 是谣传吧 毕竟是一国太子 不会这么离谱吧 还有更离谱的呢 像我大魏的皇子 如殿下 大都有数边的经历 跟随着军队 什么草地 荒原 大河 山剑 哪儿都去过 可人家这位太子 过河先搭桥 逢草原 先开火 山路不走 沙漠不走 五十里内无城镇 也不走 殿下 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 不好伺候 殿下 前方驿站报 太子夜里踢背 害了风寒 已经折返了 奶奶的 这个龟毛太子 罢了 既然见到他人影了 总是要去迎接他 他 他 他不肯见殿下 说殿下刚从前线回来 身上煞气太重 会使他的病情加重 而且 这些话 也是他身边的宫女 转达的 这 这奇品太子 是个不跟男人 说话的男人 这可如何对付 哎呀 福姐姐 前面有人呢 什么人啊 男的还是女的 四男一女 那女的长得好不好看 多大年纪啊 还可以吧 十七八岁 也没比我好看到哪儿去 跟鹅姐姐 福姐姐 青姐姐啊 更是没法相比 我跟你说 主子说了 能让你绿娥说这番话的人 肯定是个角色美女 男的嘛 就放了 那女的留下 太子要问话 听到我福姐姐的话了吗 男的走吧 女的留下 我说话你们听不见吗 一群蠢货 我看你腰间也没有预牌 说明你不是氏族 一个韩族女子 能有这个待遇不错了 你们几个快走吧 哪里来的黄毛丫头 不知死活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啊 不会一个小兵罢了 快快快 走吧 走吧 你这个女人 你这个女人太狠心了吧 你这个女人太狠心了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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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强 你干什么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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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你没事吧 太子 太子 殿下 本帅御下不言 多有得罪 我说你是疯了吧 竟敢狠打太子 竟敢狠打太子 简直胆大猫天 这次她闯了大祸 向王殿下 要重重处罚她 殿下 居心叵测 以下犯上 你们几个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就给我滚 你 不可以对殿下无礼 不过这件事 我们是不会这么算了的 定会派使者前来长安 咨询此事 至于这位姑娘 殿下若拒不交人 我们也无可奈何 那就请殿下先替我们 勘押着 我们来日再做指教 太子 小心 太子小心 慢一点 好好保护太子 若再有什么差池 军阀处置 诺 回去 诺 殿下 末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还请殿下责罚 楚桥自知犯下滔天大祸 无力回天 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想连累将领和军事 好样的 干得好 干得好 小侧这小子 早定应该收拾他 什么大梁太子 欠个娘们 正是穿红带绿 看得有多恶心 毛病那么多 就该有人杀之 学丫头 干得好 有人想对付你 得先问问我们才行 殿下 虽然不知者不罪 但是 我毕竟还是打了大梁的太子 何况他是来和亲的 就算再不计 我也应该 去道个歉吧 你打他了吗 打哪儿了 我怎么没看见 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 没看见 不过你这丫头够傻的 你要打她 那你倒是给我找一个 没人的地方再下手啊 是啊 殿下都给我们研究好了 这小子只要一上路 我们就捡个人少的地方 扣个麻袋 揍得出气 没想到 你比我们手还快了一些 其实啊 我们早就到那里了 只不过没露面 你放心吧 既然你现在是我的人 又是为了保护属下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传我命令 今天谁都不可以离开萧细营 如果走漏了风声 别怪我手下无情 诺 七哥 这回可折腾死我了 就那个萧策 真不是什么善主 我好歹是一个皇子啊 我跟他一比我是什么呀 这个我折腾的 大半夜的告诉我 屋里不通风 他待着不舒服 好 我想了一切的办法 给他弄通风了 你知道弄通风了 他说什么吗 他跟我说屋里通风了 他冷 大早晨起来 说屋里的宫女丑 我说好 没你的好看 我呢 给他找了一些资质极佳的宫女 他有钱人家不会吟师作对 顿顿饭呀 都是各种的挑剔 喝茶只喝三日内的心肠 最逗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门口的侍卫脚底下没有垫棉垫 他说把他给炒着了 真的 花药无穷无尽呢 他有没有跟你提楚桥打他的事 阿楚把他给打了 原来他那个鼻性脸肿是阿楚打的 节气 太节气了 他果真对你一个字都没有提 一个字都没有提 不过给我我也不提 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小姑娘打成那样 他还有脸提呀 我之前以为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高手 没想到 他还真就是个变态 简直让人不可理喻 七哥 你闻见了吗 什么 那个变态的气息 又来啦 又来啦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香不香啊 看我今天穿的 是不是还挺上档次的 好 厉害 他还没来呢 你不会没告诉他吧 就快到了 就快到了 卑职参见两位殿下 这么粗鲁啊 是我呀 你不认识了 太子 大胆 把手松开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喊什么呀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本太子亲典的侍卫 太子 你还打没挨够吧 我对他非常满意 姑娘 你叫什么呀 你做本太子的贴身侍卫吧 七哥 那人是不是有病啊 不好说 就他那样的 还是大梁的太子呢 上完物造吧 不是七哥 主要怕这么下去 阿楚会吃亏的 太子 太子殿下 楚桥当然有所冒犯 还请您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怪罪 原来你叫楚桥啊 那我叫你桥儿可好 或者小桥呢 楚桥身份低贱 贱名不足以让殿下可以 还是叫你桥桥好 这样显得更亲切一点 殿下 您到底想干什么 不妨直说 你家中还有何人 父母尚在吗 有兄弟姐妹吗 你几月生的 今年多大了 我是七月生的 今年二十有一了 已到了婚配的年龄 太子殿下 如果是因为 当日楚桥 对太子殿下的冒犯 才让您今日 有这般举动 那楚桥甘愿受罚 对了 你的祖籍在哪儿 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皮肤又这么水嫩 不像是卫人 倒像是我们大梁的女人 太子殿下 咱们能不能正常点说话 生气了 生气都这么可爱 我真是太有眼光了 太子殿下 您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全部 你的全部我都喜欢 又或者 您是想利用我什么 您若是想杀我 有很多种理由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萧气银剑术教头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乔乔 我对你一见倾心 你这样误会我 我会伤心的 童 lie 我手冷 你能帮我暖暖吗 我手冷 你好 你好 我不想好 国家 殿下 皇上 殿下 殿下 皇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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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殿下 没事吧 殿下 我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没事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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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马车走得比人都慢 这么稳 太子都能飞出来 真厉害 阿厨真厉害 走 瞧瞧 你也太心狠手辣了吧 这么对你要保护的人 男女有别 请殿下自助 瞧瞧 你帮我上药吧 我这是为你好 你想啊 若是别人发现我受伤了 你肯定受连累 我这药 消肿趣语很灵的 一涂就先想 你可想好了 真的要我为你涂药